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。 刘胡兰想必大家都知道,她15岁就英勇就义, 她的事迹是我们从小学习的榜样。 今天,我们来讲另外一位刘胡兰式的女英恋, 她的名字叫做尹灵芝,之所以说, 她是刘胡兰式的女英恋, 是因为尹灵芝牺牲的时候也很小, 仅仅16岁,而且她们同处解放战争时期, 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。 尹灵芝出生在山西的一个贫寒家庭, 抗日战争时期,因为父亲是共产党员, 尹灵芝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, 积极参与抗日活动,还担任了儿童团长, 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, 年仅14岁的尹灵芝,已经是副就会副主任, 抗日战争胜利后,当地曾经被青酸汉奸地主, 公开组织起父仇队,疯狂杀害共产党员和村干部, 尹灵芝在一次带人回村抢收秋粮时, 被反动分子发现行踪, 为了掩护群众和保证一万八千斤公粮的安全, 尹灵芝毅然被捕, 敌人为了从尹灵芝口中得到情报, 进行过期,八次审讯, 再盯竹签,烙铁烫, 坐老虎凳, 浇开水等护行折磨下, 尹灵芝浑身上下血肉模糊, 右眼被挖,左腿骨折, 但依然只字未爽, 恼羞成怒的严军反动分子决定对尹灵芝行刑, 1947年11月3日, 尹灵芝被敌人残忍的腰战三段, 这位比刘胡兰年长一岁的女英烈, 就这样牺牲在了敌人的扎刀之下。